股市中有个经验之谈 熊市中的每一次反弹 都是出货逃命的机会 中共最近制造的经济复苏的假象 这是否是出逃的最后机会 是不是中共赶别让经济最后一次反光反照 不是最后一次反光反照 它现在的数字化人民币 在中东种植下的蓝金黄政策 和共产党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积累下的这些GDP 包括在海外藏的钱 最起码得给共产党 它最起码还有十次 五十次之间最大的利益操作 市场操作 这些操作是洗掉所有那些无知 充满了幻想和妄想的人 把你钱洗干净 直到共产党自己的钱折得差不多 就像大清朝慈禧 还有光绪他亲爹呀王子啊贝勒呀 都家里钱差不多的时候 最后就是蔡厄出现的时候 当时李鸿章就是跟外国开合作开银行 最后是汇丰银行什么美国银行 全都开到北京城的时候 突然一个恐惧 一说哎呀战争要开打了怎么样怎么样的 一下子这些贝勒王子把钱全存到对面的什么 美国银行去了 汇丰银行去了 扎达银行去了 一下子大清朝钱没了 那个时候大清朝就结束了 就中共国的经济操作来操作去 最重要的问题到最后 一定会是那一刻发生 就真的就像很多人还带着幻想和妄想 还想在国内股市 还在什么会市 还想捞两笔 还想出逃 这在老虎嘴里边掏石吃的人 全部消失 最后老虎都跳到了对面去了 结束了 这里边会很凄惨 最后老虎嘴里边掏石